我以前國中的時候 父母去送我到一個 私立國中接受軍事化教育 那個時候要替平頭 然後考試非常嚴格 見到師長還有教官 還要馬上立正敬禮 但是唐崇聖2017年 才學到的敬老尊賢 其實我小時候就會了 那就像我跟我爸說 上節目不要老是發脾氣 那他對我說 上節目發脾氣 就對我是一個 不會覺得很丟臉嗎 那這個時候我能怎麼樣變白呢 我只能說 爸我就是為了你好 為了你的三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如果他還是說我在情緒勒索 那我是會多麼難過 因為我覺得其實 親子之間如果意見不合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什麼 兩個字 如果說出了 情緒勒索這四個字 等於你把那個溝通的大門 給緊緊的關上了 老實說我覺得賀瓏蠻可怕的 我剛剛跟凱莉調彩銷說 原來賀瓏他已經做脫口秀 這個東西已經做了十幾年了 剛舒嬅的時候 瑪莉歐叫我放水 那我是問他講說 我可以拿多少錢 那那個價碼我是沒有很滿意 所以我等一下會再去問一次 我們看到了白隊 無止境來檢討的父母親 但卻他沒有想想 他的小孩是什麼感受 我跟你講 華人的家庭文化裡面 其實是很難說出愛這個字的 因為我們的社會很壓抑 更何況是上個世代的父母 譬如說馬哥和昌明哥 他們的生活得更壓抑 他們其實連愛孩子這件事情 都必須要很迂迴地表達 所以才會有 我是為你好這個字 但其實文字只是個符號 剛剛你們也說了 真正有力量的 是說出話的方式 說出這句話的背後的時空脈絡 到底是什麼樣子 你未來一定要在一個有錢人 我是為你好 好 這句話聽起來很刺耳 很過分 但有沒有可能 在父母親那個年代 真的嫁個有錢人 才是擺脫貧窮唯一的方法呢 但現在發展2023年 真的很過分 很不合理 非常的奇怪 非常的 我覺得這一次 還是我 非常的 不... 非常的 不忠嚴 是 什麼 對 可以 我聽到這句話 我都開始緊張了 太棒了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聽到這種 很奇怪的話的時候 開始語色的時候 就必須要跳出來跟他講說 欸 父母親 你在情緒勒索我 我們一定要這樣子 去傷害父母嗎 今天我們要說 我是為你好是不是錯的 你們說不是 我們說是 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你們知道嗎 這個題目的 重點就是 當我們聽到父母親說 我是為你好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去應對 我們該怎麼去看 父母親的這一句話 在心理學中 有叫家族治療這個面向 裡面有一個叫做 對地升溫 什麼是對地升溫呢 就是在家庭中 只要有一個成員講出 一個不重聽的話的時候 如果有人馬上跳出來反駁 他們就會吵得不可開交 譬如說 關韶文 我是為你好 這時候關韶文說 欸 你情緒勒索 會發生什麼事情 爸媽直接講說 你這什麼態度 馬上吵起來 對地升溫 徐欣揚 我是為你好 欸 你情緒勒索 會發生什麼事 哪個就不錄了 家庭吵起來 電視台也吵起來 對地升溫 剛剛馬哥說 要教我們怎麼溝通 還是我來教吧 家庭關係應該怎樣 家庭關係不是上對下 是個對稱關係 與其跟他講說 欸 你情緒勒索 這樣挑起攻擊的面貌 為什麼不換個方式講呢 換個方式說 欸 爸媽 我知道你為我好 可是我不太能理解 可以解釋給我聽嗎 這樣才對吧 家家有本來念的經 對吧 大家都說家庭有問題 但我們為什麼要去檢討父母親呢 為什麼不能從自己開始做起 我們是子女 我們應該盡孝道 父母親跟我們講說 我是為你好 你們看到的是什麼 你們看到的是情緒勒索 我們看到的不是情緒勒索 我們看到的是 父母親 很著急的想要愛我們 但因為世代隔閡之下 不擅長溝通 所以只好用一個很笨拙 很愚蠢的愛來告訴我們 他們真的愛我們 所以請不要再把 我是為你好 視為情緒勒索 也不要再把自己 視為成被情緒勒索的對象了 真正有效的溝通就是 跟他說清楚 跟他說明白 而不要用無理式情緒勒索 來暫停家庭的對話 讓家庭變成一個 有愛的避風港 謝謝 我的媽媽是一個公務員 那她確實呢 因為我爸媽從很小就離婚 她從小就是利用公務員這個工作 把我跟姊姊拉拔長大 所以她一直以來都認為說 如果今天你不是一個 朝九晚五的工作 你不是公務員 你這個工作就不正職 因此我當初決定要開始上節目 所以她非常生氣 她那時候跟我講說 不是 你長得也不漂亮 然後也不會唱歌 也不會跳舞 你憑什麼上電視 再來 我花了這麼多錢 給你去念書 最後你卻決定去電視上搞笑 你這樣對得起我嗎 而且你們這個行業 你給我屁嘴 而且你們這個行業 有一搭沒一搭的 總有一天可能會沒有飯吃 我跟你講 那時候我不會幫你 然後他說我講這些話 以上全部都是為了你好 這個我是為你好 讓我心裡壓力非常大 怎麼說 第一個他說 我不漂亮 我不會唱歌 不會跳舞 沒錯是事實 可是他這些話 貶低了我的自我價值 他讓我覺得 我是一個非常沒有用的人 再來他說 這一行有一搭沒一搭的 有可能有一天我失業 他也不會幫我 他拿走了我的安全感 他讓我覺得 家不是我的避風港了 怎麼辦呢 然後他又說 我花了這麼多錢 讓你念書 然後你去電視上搞笑 這讓我覺得很罪惡 好像我沒有去當一個公務員 我去上了電視 我就是對不起他 所以以上這些話 他說都是為我好 但是他就是造成我 非常非常大的心理壓力 有一個歌的歌詞就是講說 我最深愛對的人 傷我卻是最深 因此我認為 我是為你好這句話 不管你的出發點好或不好 它就是造成情緒勒索 謝謝大家 謝謝沒有被爸媽媽支持的 蘿莉塔 恭喜白隊 來 歡迎去隊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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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舞台真的會 變一變會很不爽耶 而且我下集就會寫稿 然後完全標籍性 下集不會被淘汰嗎 寫稿 被淘汰 只有在自由選擇 要不要奉養孝親的時候 他是真心願意這麼做的 比起他覺得旅行道德義務 所以值得更來的讚揚 那可以選不代表不會選 所以當我們可以自由選擇 奉養孝親的時候呢 這個自由的選擇 會比旅行道德義務 更難能可貴 我剛剛上台之前 我還打了一通電話給我爸說 爸 用父母的角度 快點 到底是自由選擇 還是這個義務啊 我爸說 以父母的角度 當然我會希望你能夠自由選擇 因為我不希望你犧牲自己的金錢 時間等等來成全我 我希望你是真心能夠為我們付出的時候 一切才有意義 而且呢 我不只希望你能夠自由選擇 要不要孝親 我會希望你在人生任何事情都有所選擇 自由和愛就是我給你最好的禮物 我爸媽從來不會說 你將來要養我 養我 因為這是你的道德義務 但是呢 我知道因為我回應我父母的付出 有一天真的發生了什麼事 我願意好義無反顧地付出真心 來回報我父母的愛 然後呢 感謝他們 可以讓我有這個機會自由選擇 我覺得只有在這樣自由選擇的 能夠奉養孝親 這樣的愛才是深刻的 而且這樣的受到照顧的父母 才會更加幸福 能夠自由選擇奉養孝親 才是最真實的愛 3分15秒 謝謝白隊一遍朱祺鈺 我們去勾勒一個畫面 我們的父母從小把我們生出來 法律上明文規定 父母有撫養小孩的義務 但試問一下 我們的父母在把我們生出來之後 他們到底有哪一刻覺得 是用義務兩個字在看待呢 與其說是義務 我覺得那是一種甜蜜的負擔 我們去想那種甜蜜的負擔 親子之間的連結 那是多麼可貴的一件事情 前陣子我回家 我媽告訴我說 欸姐姐啊 妳有沒有空 可不可以來幫我一下 我說幫什麼忙 我媽要的並不多 她只希望我可以幫她把 她一直看不清楚的字 她不太會用手機 她希望我可以幫她 把手機螢幕的字體給調大 就這麼一個簡單的需求 我在想 小時候我媽媽在教我試字 現在長大之後 我一步一步的教著我媽用著手機 然後看著她 一直在不斷學習的新東西 那種親子之間的連結 才是最可貴 我媽說 請我幫她染頭髮 我一邊染的時候 一邊在抱怨說 啊妳怎麼這麼久 頭髮那麼白 妳還要才在染 我媽說 因為妳大了 我老了 我們還要繼續怠惰嗎 我們還要繼續等待嗎 我們還要繼續一日復一日的推遲嗎 父母沒有時間可以等待 我們要盡孝順 這一題沒有什麼好變的 孝順父母 當然是我們身為子女的 應盡義務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可能會 我覺得會模糊掉 齊羽怎麼 妳在哭喔 壓力太大了 因為我覺得我出來 就參加一個節目 這麼認真 這麼痛苦 請問妳是說 主播以前不用認真是不是 因為以前當主播就是自己一個人 但是我覺得 站在這個位置 妳要考慮到妳所有的團隊 然後真的壓力很大 然後我從來沒有想說 就是我會得到一句說 妳很完美 因為在不同的練習過程當中 一直在矯正 我都覺得我一直做不好 所以 我覺得妳做得非常好 妳不知道妳講得有多清楚 而且妳的舉例也 馬上能夠讓人家了解 是不是因為那句髒話打動大家 不是啊 不是 當然不是 大家我們可以哭一下好了 那個也很好 是大家要有幽默感 黑隊獲勝 念題 是 單身卻想借金生子 是不是一種自私 按照慣例 獲勝的一方 可以選擇 你們那一隊要持正方還是反方 字幕 wäre居 exclusion 嗎 我們到一隊 我們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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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我們坐下 我們坐下 坐下 我們坐下 我們坐下 坐下 我們坐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